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去年這個時候是參加TB100 然後入圍決賽的紀念 我聽說下個月是TB100的決賽了 有人是參加TB100的嗎? 沒有人 因為我今天有遇到一個TB100決定隊伍 然後他今天可以分享關於TB100這些 所以我就把我聽調整說 其實他會比較偏向於商業模式 還有去年參加的一些紀念模式 那我總共參加兩次的商業競賽 然後這兩次商業競賽 我都只有如果要決賽 然後就可以刷下來 不過這支中我學到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不失敗 那為什麼是不失敗呢? 不失敗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聽了很多人他們成功的方法反正 反而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有點害怕失敗 或者覺得我們不應該失敗 那我覺得沒有所謂的成功 我們只有不失敗 也沒有所謂失敗 只有當中覺得你失敗 才是真的失敗 那我喜歡你才說這句話 那些殺不死 我的人家屬我變得更強 這就是我今天這樣 可以分享給你 那先做個介紹一下 我叫君明 然後我現在22歲 正常來說 我現在應該是剛畢業 可是我現在快退路了 然後是因為我大三的時候休學 然後那時候休學是因為我大三的時候就被二一了 然後因為畢竟說 上三下學時就被二一 所以就修學 那為什麼會被二一呢? 我大學的時候是讀職工 那可是我那時候並不是很喜歡寫成的事 反而大學的時候我是到處去修外寫的課程 最後就變成說我的季歐選手 季歐選手比我的專業選手還差不多 對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再做專題 所以我大二下旅行的時候也跑去華碩實習 然後所以我也是華碩第15件實習生 然後這個是我大意的時候 就是看一本書叫神秘咖啡館 然後它裡面提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還沒有提 就是 後來是由不一樣的 你存在的理由是為了什麼 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答案 可是我當下的時候就寫了 就很有感覺就寫了很多的目標 大學四年要完成的目標 然後現在看起來 就已經完成了11項 然後就唯一沒想到的是我大三星的時候 我要創業 結果是修學 那我創業 我修學後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參加進行班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 為什麼參加就是因為那時候 當修學也沒有什麼事 所以就去旁定課程 然後旁定課是 我們學校開的 比較跨裡面的課程 它是集結學校一些 跨西部長系的學生 然後主隊參加了比賽 然後剛好那時候也 也較好 所以就參加了比賽 所以我們馬上就 可是馬上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隊長是決定 隊伍 然後隊伍是決定勝負 可是我們那時候 隊長的群錯了 我並不是說 是隊長錯了 是說我們那時候 太小看 隊長的職責和重要性 我們那時候 就用屬失的方式 然後 就屬到誰 就讓隊長 所以到最後 到最後的時候 在決賽的期間 我們那時候 就跟隊長吵架了 原因是因為 我們出賽的時候 其實表現還不錯 然後BBT做得好 所以說 所以隊長就希望說 要拿出賽BBT 然後去改一改 之後去參加決賽 可是我那時候很反對這一點 常常跟她 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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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是 我覺得跟 隊伍一樣 那就是比賽的關鍵是你的商業模式 很多商業界在比都是你的商業模式 那我覺得商業模式不外乎就是這三個目的 你要能夠獲得利益 然後可以擴大負荷市場 還有你降低你的這些負獻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 我們在商業模式也辦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我們這個錯誤知道了 比完決賽然後才知道事情 我們那時候做的是一個社會企業 幫一個社會企業做一個企業 那那間社會企業是做無障礙旅遊 它有四個很明確的顧客 就是身上朋友、老人還有女婦跟小孩 所以我們就直接對它列出來的四個目標科目 去做一些分析然後計畫 可是呢我們那時候比完之後 等評審再講評了之後 才發現我們的目標做決定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身上朋友其實他們很少有自主權 對都是大家不能決定 然後都是他的家人幫他做決定 所以說這家公司他的目標 雖然他使用者是身上朋友 可是他的顧客是身上朋友的家人 我們那時候沒有去想到這一點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下次要做商業模式的話 要注意說 這個就是你的使用者並不等於你的顧客 然後一個計算號和一個等於是不等於的意思 在程式上是這樣的表現 對 那再來 怎麼擴大顧客市場呢 我們就在做商業模式 一開始第一大家都先去Google搜尋 現在的目前的市場狀況 然後去做市場調查 可是我們 我們 這樣子做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迷失 就是 當你做越多的市場調查的時候 你反而 會 並不是很了解你的顧客 所以說 國外有一個叫第三星題 他用一張圖 就是同理性地圖 他可以讓你 然後 你有看到一個 國際化的一個國小時間 可是這個畫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用 你要先用 同理性的角度 然後去觀察 顧客他 他現在最困擾是什麼 痛苦是什麼 最後 然後再滿足 然後可以讓顧客開心起來 對 所以說 講到 顧客市場的話 你就要去找出 顧客 越痛苦的話 就是越 代表說 你越有傷心 你越可以去中間自己 然後你的商業模式 你需要找出出發的關鍵時機 對 然後 你們有 比過賽的人 就 很多評審 他們給我們的評語 都是 你的可行性很 就是 可行性不怎麼高 然後 這時候就會使氣到 偶爾 到底是什麼 可行性 對 然後 我覺得說 可行性的話 不外乎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風險是什麼 然後 風險來自於 大部分來自於這三個 就是你的 成本風險 有些 像 有些我們做的是社會企業 他其實他們的 資本都不高 所以他們 能掌握到成本都有錢 如果說 你提一個很大的 很大成本 需要很大 耗費很大成本的話 反而是他們會覺得說 不是很可行 那 再來是你的 合作風險 很多 你們會提一些很多 像一夜結盟 或是 偷銷跟一些商家合作 那 前提就是說 為什麼對方要跟你合作 你有沒有去提出 對方跟你合作的要件是什麼 然後 然後 你有什麼資源去跟對方 可以跟對方合作 然後你的 合作之後的利益分配 又是什麼分配 對 然後再來是 你的人力風險 人力的話 是你要知道 你的計畫案 現在 需要多少人 需要什麼樣的人 你做的那些公司 他是不是有 有這樣的人力 對 或是他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對 然後我的建議 就是說 你可以 先用NVP 就是經濟創業裡面 做到的 最小可行產品 去用這個產品去 測試你的市場 然後 然後 得到的一些 回饋 可以用來改進你的產品更好 或者 然後 可以更說服說 你目前的模式 是有 是有 可自信性的 那接下來就是 我要說的就是 為什麼 第一名 的 糾正隊伍 他會失敗 那這個是好像在我第一次參加 參加 參加競爭競爭 就是巨大競爭競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拿到 前幾名 可是我們 那時候 得到的觀眾的票 是最多 所以我們到時候還有 我們還有一點 就是 2萬塊的資金去 去做這個計劃 那時候的 第一名的隊伍 他們有 10萬塊 10萬塊的獎金 去做這個計劃 可是最後 第一名隊伍 他們是做 是做一個 搭便車的 宣傳 推廣台灣 搭便車的活動 可是他們 他們拿到第一名之後 反而 他們去 真正到了 真正 去做這件事情 反而 遇到很多的困難 就是他們 可能 我那時候聽到有可能 法律的問題 或是說 無法 無法去做 所以他們 最後 沒有去做到 做到 他們原本計劃的事情 反而是 我們沒有拿到 一次 可是我們最後還是 用2萬塊 去做出一些 做好的計劃 對 再來是 商業老師的活力 方式 然後 我們常常遇到 有問題 尤其是社會企業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的理念很好啊 都是一些理念很好 可是 他們 推出來的產品 卻賣不好 為什麼 還有 為什麼同樣的產品 別人可以賣得不太貴 然後卻賣不好 然後我想到就是 我想到就是 我之前在 亂修外期的課程 剛好收到 上學院有一個公司 就是 你要提高 你的活力嘛 就是提高 零業額就是等於 你的客單價 乘以你的來客數 在這裡 購買數 那如果說你要提高 你的活力 零業額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提高 這三個變數 那我覺得可以用 價值 投入 和口碑 可以 去做 去提高 那價值的部分 就是回到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 同樣的東西 他可以賣得很貴 因為 顧客他在看的時候 他是可以看到你的價值 是 你的產品的價值 是 大於你的 一所提供的價格 所以說他 會覺得 他可以花更多錢 去買 你的東西 那 通路的話 就是 都是可以 越多通路 就越來客數 還有再來 就是口碑 這個我打的信號 是因為 很多人認為說 增加你的購買數 就是很簡單 只是 只要你幾度促銷 例如 你送一 那就增加你的購買數 可是 可是 你的促銷只能一死 是你可能只是 推出一死的活動 然後 可是 你雖然提高你的購買數 可是 你同時也降低你的利潤 而反而是 你打造你的口碑 可以 讓顧客 真正了解到 你的東西 真的比人家好 那他就會更 下一次 可能更回來 再購買你餐品 或是說 他 會推薦更多人 購買餐品 那這樣才會有效的提升你的購買數 對 然後 接下來 做結論 那 結論就是說 不論你是不是這樣參加比賽 或是說 以後有可能想要參加比賽 我就希望 你們可以想要一點就是 出賽的時候 可能看的是 你們提出計畫的點子 有多好 就是你的猛度 可是 決賽的話 就是看你的商業模式的深度 你可以從 去看你是不是很了解的路客 你的商業模式到底可不可行 還有你的未來是什麼 你可以用這三個問題去 去重新檢視你的商業模式 那 最後一句話 我覺得 就是想說給大家 就是在坦奧坦奧的教練說的 不要自上的音 要想不能說 就是 有沒有覺得 就覺得這句話 其實很 很 就很明顯的意思是一樣的 為什麼是 不要自上的音 要想不能說 然後 我那時候也有一個朋友跟我 然後直到 我聽了一個創業的前輩 他講了 他對創業的定義 他 但我正在了解一句話的意思 他說創業就是 從一個無知的樂觀 到 一個有知的悲觀 那我們一開始 如果剛開始創業的話 我們可能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然後想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滿腸熱血 然後我們這時候 就只想著 想著要 扯大市場 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 當我們創業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 碰到很多釘子 然後 之後才直接了解說 創業的風險 是什麼 等等 直接掌握到創業的風險 然後 這時候就會變成說 有識的悲觀 開始 不是這麼 過度樂觀的看待事情 就是這樣 知道了解風險之後 繼續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時候就會開始是 現在想不能說 然後 這才能夠讓 在創業這道路走下去 對 所以說你們可以 記住這句話 就是不要再想 你要想 不能輸 對 然後 還有時間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 我 我 因為我快退伍 我預計還有 九月退伍 然後 那時候想要 之後想要跟朋友 這幾個好朋友 去做一個創業的計畫 那這個創業計畫 就是 想要做一個平台去推廣 台灣青年旅社Hustle 還有陳杜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聽過Hustle 有嗎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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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有 有 心裡面 有 remem 谢谢大家